北京当局到5月份的时候 好像进入了一个比较忙的聪明制裁院 那么这个聪明制裁指的是 针对美国的特定的个人组织和领域进行的制裁 北京最新是在22号这一天宣布 强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制裁 12家美国企业和10名美企高管本人上榜 那么此前两天 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先后制裁了美国前议员 加拉格尔本人和三家美国公司 再往前国台办证实 已经对台湾五位名嘴及他们的家属实施制裁 那么北京想通过聪明制裁院展示什么样的政治意愿 北京制裁是否是没有牙齿的制裁 北京这种制裁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和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问题 下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 慕容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慕容先生一来呢 我们这个聊天区里的就有你的粉丝说 看到慕容老师很高兴 一定是你的粉丝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是新闻 前新闻媒体人独立私逼人赵兰健先生 赵兰健先生你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赵兰健先生第一次上我的节目 那么根据呢 这个一些专家来分析啊 中国的这个制裁法 他说一个有两个作用 一个呢是搞打击报复 一个呢是展示那么政治意愿 那么我们这个第一话题讨论呢 就根据这么一个思路来开展讨论 那么我首先想请问我们的赵兰健啊 这个先生啊 你认为北京在五月份啊 连续三天啊 对美国的这个企业 个人和的企业高管进行制裁 北京想通过这样一些行动 展示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愿呢 事实上展现出来的是一个 虚弱大国的体现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义和团并没有远离中国的政治舞台 RKO精神正在日益的增长 那这样的一个制裁行为 它只是一个自我的意淫的状态 它对制裁的结果产生不了 任何有效的措施 那这是中国当前的一种 一种膨胀的状态的具体体现 甚至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荒谬的 特别不得当的 这样的一个治国的方针 所以在整个世界 都是在朝自由和民主这种角度 去发展的时候 中国还依然去 以一种张狂的姿态 去吓唬整个世界的环境 那所以 我们应该看到 之前所制裁的 蓬佩奥 他在5月20号 在台湾有了那么一个精彩的演讲 那接下来 加拉格尔我相信 这是给他所带上的一个 反向的光环 我相信加拉格尔 他会在他的政治 政治的发展的方向上 会得到更多的 加奖 所以 这是 这是目前的一个 很荒唐的一个状态 被我们所看到 我们看到 有不同的解读 我练一个中国的解读 然后我接着来问我们的嘉宾 复旦大学 国际事务专家姓强 对这个中国的媒体 环球时报表示 他说 美国对台军售应是 成年顾及 中方有必要采取强硬手段 否则美国一定会变本加厉 那么这个呢 是一种政治的意图 那么他对加拉格尔的制裁 他用的词是什么呢 平凡的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零度完整 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 所以说你看他有不同的这个解读 那么慕容雪冲先生 你怎么解读 来自中国官方的 这样一些展示政治意图的信息呢 我觉得这要看 这个整个大形式的背景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 北京就开始有了那种 不可名状 有不可一世的大国心态 我们都还记得胡锦涛时代 那部著名的纪录片 叫《大国崛起》 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京不在意 谨小慎微的姿态是人 相反 他好像整个世界 显示肌肉和力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 还有亮剑这样次与的流行 北京的野心 也开始不断的膨胀 有句话就说 现在是时候 跟美国拜拜手腕子了 而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 他直接向美国要求 同等的大国地位 我们记得2016年 习近平去见奥巴马 说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到2021年 习近平见拜登的时候 他的说法又有变化 说地球足够大 不是太平洋的地球 说地球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 各自和共同发展 但你体会这个话 他要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太平洋和地球 能让中美 在这各自发展 不是的 他在这要求的是 关于世界的领导权 意思是 太平洋足够大 足可以有支持两个霸主 这个世界足够大 你可以由你和我 来共同治理 而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这样的话语 最准确的意思是 我有我的势力范围 你有你的势力范围 我们共同来领导这个世界 一个自以为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 同时开始积极地争夺 世界领导权的政权 一定也会以领导者的姿态 来做出某些举动 某些行为 你看美国有城壁管辖 那我中国也可以有 你美国所有的拥有的权利 那我中国都可以享有一份 美国也可以在全世界有盟友 那我中国也可以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 自己的势力圈 这也是最近习近平热烈地拥抱普京的原因 他要以此来挑战 甚至撬动有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并带立他自己的秩序 所以你看 除了频频地召集各种世界性的会议论坛 在上海 在北京 习近平政权对那些敢于挑战 他权利的个人和组织 包括国外的个人和组织 也表现出了一种不能容忍的姿态 开始恐吓 威慑 从十几年前开始 中国就开始不断地 国外的学者组织和个人 发出制裁令 比如说我的朋友 澳洲的教授 克雷斯·汉茂顿 他就是上了中共的制裁名单 根据他入境 还有一位呢 最近写了一本 关于中国国安的特务 在全世界行动的书 的这么一本书的学者 这本书的名字叫 Lies and Spies 就是谎言和间谍 间谍和谎言 然后书的作者呢 叫周安兰 他也上了制裁名单 这仅仅是两个例子 假以实意 我们可以相信 被中共制裁的外国公司 外国公民呢 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就是作为全世界 也需要了解这个事实 就是这个政权呢 不仅是不能允许 他内部的人批评他 挑战他 他也不允许其他的 在别的国家的人 去批评他和挑战他 以上 这个慕容写生先生的解读 非常有意思 我记得原来中共啊 也是禁止一些人 进驻中国 但是呢 他放了一个黑名单里头 你像我们知道的 著名的美国教授 这个李安勇 他就一直在中共的黑名单里头 从来没上过中共公开的 这个禁止入境的名单 但是他就进不了中国 那么原来在威士康星大学的 一个好朋友啊 一位老一位 有美国教授啊 Edward他也是啊 被禁放入了黑名单 但是呢 他也从来没被制裁过 那么现在他把这个名单 拿出来了啊 而且公开不让你进去 那么用目中选中的解释 就是说啊 他想通过这个方式 展示这个大国领导者的姿态 那么你美国有制裁 那么我中国也可以有制裁 那么我也可以是大国了啊 这个解读比较有意思啊 那么我们的X网友呢 有一个留言 叫天地良啊 他说呢 北京方面四处疯狂四遥 美台的企业高管和名嘴 其实表明了一个硬碰硬的姿态 其实也可以理解 北京在破棍子破摔 那么赵兰健先生 你怎么回应这样一个点评呢 这个破棍子破摔 不是现在才有的 是一直以来就这么做的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 要是有自信这样的状态展现的话 它就应该是一种从人的姿态 但是中国所展现给世界的 它是一种紧张和暴力的 那在这样的背后 就是整个中国的体制的具体体现 这个体制 它彰显的是对人的打击 这个对人的打击 不只是对自己的人权的打击 还对提出问题的人去做打击 那加拉格尔 他这边所展现出来的是 其实是两个诉求点 一个是要求中国政府 他要关注人权 另外他想要减少毒品 对美国社会的侵害 但是中国同样所实施的制裁 并不是针对一件事情去制裁的 而是针对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 而去实施制裁 那这样在国际的道德标准上来看 它是完全不对等的 一个是救事情来解决问题 一个是救人来解决问题 看上去 中国不只是破罐子破摔 是非常小家子气 好了 我们接着来讨论 我前面说 这个学者对这个中国的制裁法的解读 一个是展示政治意图 另外一个就是搞打击报复 那么这个打击报复 很多人关注中国的 对美国的官员 企业的制裁 认为它是象征性的 或者是认为它是没有牙齿的一个制裁 那么现在就有一些争论了 那么中国方面 有些人认为它的这个制裁就很有效力 那么我来练一个中国自己的一个看法 新华社的 他说这个很多美国高官离任之后 最理想的机会是去跨国公司当高管 但大部分美国大部分跨国公司 跟中国都有紧密的业务 因此他们很怕这些进入黑名单的人 进入他们的公司 那么最后他说大批前官员都跑去自护混 中国制裁他们导致这些人在商业上贬值 如一是大公司对他们进而远之的原因之一 那么木龙雪冲先生 你认为北京的这个制裁 对这一些前政府官员去美国的大公司谋职 是不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恶毒的效应呢 在中国的宣传媒体上呢 他把这个叫做是旋转门现象 这个旋转门现象啊 他指的是美国政府的前高官在任满之后 转入报酬分后的私营部门 这个事呢确实有 而且很多也发生过很多次 但这个事情呢跟中国关系不大 当中国呢宣称他的聪明制裁会终结美国的权力旋转门现象 这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过度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事实上呢中国没那么重要 也不可能对权力旋转门这些现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这种话也只能关起门来 骗骗那些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 而在美国人心中 中国包括习近平本人 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也没那么有名 然后在2012年习近平刚刚上任之后不久 BBC的记者艾琳 向一千多个美国人发出电子邮件 问他们你们知道习近平是谁啊 你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 一千多个人中只有两个人知道习近平的名字 还有意思就是2015年呢习近平去访问美国 在习近平访美之前 就是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呢在华盛顿街头随机采访 问美国的这些民众 在他采访的对象中呢 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谁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读出习近平的名字来 所以呢这就大概是呢在美国人心中 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中国的影响力 跟习近平的影响力 所以呢当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你说我终结了美国政坛的这个权力旋转门现象 这个呢就是过度往哪上贴近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 这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我看了这一次呢 他宣布的这个制裁措施呢 是十名美企高管呢 是给不予签罚签证 不准入境中国啊 那么这都是美国的大公司 那么列明的企业呢 是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的财产 那么我看了一些报道啊 那么被他制裁的一些公司呢 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经营着六家 弯流和抨击式航空服务业务 洛克希德马丁旗下的西斯科技飞机公司啊 就在上海与中国合资成立了 上海西斯科技飞机有限公司啊 业务包括生产民运直升机 零部件和维修 而被中国制裁的雷神公司呢 在中国啊 2020年和联合技术公司呢 重组为雷神科技公司 那么这些不少制裁的公司呢 在中国实际上都有业务 那么我就想问赵南健啊 北京真的敢去冻结这些企业 在中国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吗 绝对不敢 因为中国不只是缺少芯片 中国缺少 那些推动世界发展 推动经济发展的创造能力 那在这样的状态下 中国却把 之前一直想招商引资 引进到国门的这些重要的环节 想推向到台湾 那比如像 蓬佩奥 或者是加拉格尔 他们未来会 更多的访问台湾 他们会给台湾去带去 更多的 技术 和这种资源 以及投资 那这些东西就是中国的 这样的行为啊 就是整个中国外交系统的失败 外交系统是以友好来试人 然后去欢迎全球到中国去 他应该是一个友好的使者 但是中国的外交系统 反而去变成一种战狼 去到处去撕咬 然后去把所有的友好的因素 都断送在他们的 这种文化所存在的一个怪现象 所以说这个美联社有一个点评 说目前尚不清楚 中方采取的制裁措施 会对美国的军工企业 产生哪些影响 但是这类制裁 通常都是象征意义的 大于实质的作用 那么我们网友呢 也有不少点评啊 我念他们的看法啊 很多都认为中国的这个制裁呢 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HiCary呢 他说制裁只是自己过瘾 伤不到任何人 那么这个子兵22呢 他说制裁是给他们自己人看的 自爽而已 那么亚特兰蒂斯的位X网友呢 他说北京自娱自乐 已经成习惯了 那么来自油管的于斯兰网友呢 他的点评是北京 那没有牙齿的制裁 只是表演给中国人民看的 嘴炮而已 完全没有作用 这个如果有用 早就上党媒的头版头条 大催特催了 这个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呢 在困难的时刻 中国人民就是需要这种仇外的议题 来安抚那些受苦受挫 受苦闷人的心 这个于斯兰的点评这个角度呢 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话题 今天来看呢 我们看这个制裁呢 对当下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和的这个中美关系 带来一些什么影响 那么电子报啊 外国人看中国的这个主兵啊 立明章啊 他说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 中国的做法看起来一定很出名 但是从美国来看 这可能会促进有关脱高的讨论 那么孟雪冲 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意见 到现在为止呢 中国的聪明制裁 对个人的这份制裁 其实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杀伤力 最多就是四个字 我不让你来 禁止这些被制裁的个人进入中国 因为相比美国的制裁呢 中国呢 还不足以让他的制裁对象感到恐惧 或者惶惶不可终置 比如美国制裁中最核心的部分 像是金融制裁 一个个体呢 如果被美国制裁呢 他可能去哪里呢 都很麻烦 都很危险 他可能账户被冻结 资产被冻结 他人可能会被通缉 但中国的聪明制裁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这样的威力 现在呢 中国还在世界工厂 是全球经济贸易的第二大市场 那么所以被中国政府制裁的那些公司 那些企业 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 包括接下来 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 查封冻结 某些海外企业的资产 我认为在未来呢 一定是会发生的 因为这个政权呢 是摆明了一副 要跟全世界为敌的 这样一个姿态 而且逐渐逐渐发展下去 恐怕也会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他也会对一些公司呢 采取这样的 就是冻结 拉风的这样的行为 但是呢 随着中国的 这种经济下行 随着习近平的反开放 反市场化的政策 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也将越来越小 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 也将越来越低 换言之呢 中国的制裁 即使是经济制裁 对企业的制裁这部分 也将越来越表面化 形式化 而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但是 为了维护 天朝上国的心态 为了 至少在表面上 还可以继续假装 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 这样的跨国制裁 长臂管辖 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你刚才讲了 说我为台湾名嘴被制裁 在国裁办发这个声明之后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 你知道这五个人 什么反应吗 他们特别高兴 每个人都特别振奋 像中奖类一样 我想说中国 如果对个人的制裁 有什么时机最浓化 那可能就是这个 无论谁 被中国政府制裁 都不会让人消沉沮丧 而是让人觉得 就像中奖了 确确实是不一样 因为美国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中国 不少的高官的子女 财产 情人 都在美国 所以说美国如果对这些人 进行金融制裁 签证制裁 那个是有点要命的 但是你像加拉格尔 他这个 冻结他的财产 不让他去中国做生意 不让他去中国去 给中国的去签证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 好像都没有意义 那么台湾这些名嘴呢 刚才还有一个就是 连名嘴是连他们的家属 都一块制裁的呀 更多的具体的制裁信息 不知道 但是从这个国台办发言人的 这个说话来说 是台湾名嘴 加他们的本人 那么对加拉格尔是加拉格尔本人 所以他这个制裁呀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 如果这个台湾当成名嘴的 这个家人呢 如果想去中国的话呢 那可能以后可能有点麻烦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制裁呢 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说 更多的是谈他 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国的国家 在当下 这样一个关系之中呢 他出来这样一种制裁 那么你美国制裁了 我中国也制裁 那么刚才你慕容写说 已经解读了 就是说北京想要跟美国一样的 大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地位 那么你有的我也有 那么你制裁我 我也制裁你 那么证明了 我们的两个大国的地位是一样的 这个阶段是很新鲜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制裁的背景之下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 这个中国应该跟美国脱钩 那么有些人认为不应该脱钩 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脱钩 在这个背景下出台了 这样一种制裁措施 所以说我们这个X网友啊 这个对不起 我们没法念他的名字啊 他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 互相脱钩 需要两国一起努力 感谢中国共产党配合美国 加速美国和中国的脱钩 那么他这个网友的观点 和刚才我念到的 立命章的观点 是趋近的 那么孟显春生 我继续追问你 你认为这种制裁 会不会加速美中之间的脱钩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印象最深的是 当世界什么时候呢 集体对中国产生 不同的感想的时候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 2018年的习近平修宪 确定他为终身领导人之后 我觉得西方国家呢 整体对中国的认识 有一个转变 而现在的聪明制裁 很可能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虽然可能达不到那么重要 中国的聪明制裁呢 大致上只是做做样子 对被制裁的企业和个人呢 现在来看没有太大影响 但这是一把倒刃剑 倒持的剑 剑热冲内 剑柄朝外 当中国挥舞这把剑的时候 除了伤害自己 只会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它正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你说的对 这是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 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像铜锣埃书店事件 就像被中国抓捕 又释放的两个加拿大的Michael 以及更多关于中国 在境外野蛮粗暴的 所谓执法行为一样 像这样的事 像这样的聪明制裁 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 看清楚看明白 习近平政权 它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政权 它不是一个可以合作 能够承担责任的政权 相反 它正在把美国 把欧洲 把整个全世界 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 以上 所以说美国的参议员 扩顿他有一个看法 他说中国的制裁证明 与中国纠缠在一起 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和美国的繁荣 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 刚才这个慕容雪冲 谈到就是讲到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矛盾的这个问题 你看对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高管的制裁 说不让他们去中国 不给他们签证之类的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中国又迫切地需要美国的大的跨国公司 那么去中国去投资 那么赵郎健先生 你认为这个政策 欢迎外国投资的政策 和最新的这个对外国公司高管的这个制裁 这个是不是矛盾呢 这一定是矛盾的 而且这种矛盾呢 它会迅速地产生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里面去 但是中国政府 他好像从来不在乎这一点 他只在乎自己的表面的脸上的光彩 他不在乎整个六亿人 月收入一千块的这样的老百姓的死货 因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危机 极需要中国外贸大量的出口 以及外资恢复对中国的信心 但这样的状况 中国政府毫无察觉 他依然在为自己的政权 或者是为皇上的根基 在去着想 没有人去关注那些水深火热的 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死活 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制度 和美国政治制度最本质的差别 因为中国所有的政策 只是为了共产党执政更牢固 美国的政策 是为了他底层人们的选票的 有效的 有效的投票权 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是两国的体制的根本差别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相信广大的网友 可以看清楚这一点 中国拒绝了 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是通过制裁他们的官员开始的 好了 谢谢我们的资兰建先生 我还看到这个 有一个报道 就是自由亚洲的 他说通力动用公司 通用动力公司呢 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在过去一年多呢 中国一直在买人家的东西 不买都不行 所以说制裁是归制裁 说是归说 但是呢 真正这些制裁措施 能不能落实到这个实处 以及当下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 和中国技术上 这些不如人这些东西呢 它会导致这些受制裁的这些措施 这些措施呢 会打折扣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结束这个话题前呢 再练两个我们观众的点评 那么也有不同的角度的点评啊 这个叫Sky Eyes呢 来自X网友呢 他说北京对美国的制裁呢 看起来挺多 但是远不如美国对北京的制裁 连百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北京应该对等起来 这个现象呢 确确实实是事实 就是说北京跟美国的这个制裁之间啊 是不成比例的啊 但是呢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讨论的是 北京最近啊 这个制裁 反制美国的制裁呢 它在提诉 那么三天时间里头连续有三个制裁 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啊 这是一个点评 另外一个点评叫Orient Dawn 东华称光来自X网友 他说中共看穿了拜登政府 不敢违逆全球化建制势力 有让国际贸易可以放心硬抗 明摆不信 拜登敢于中国脱钩啊 这个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呢 也有关系 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 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要感谢我们的嘉宾 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 和前新闻媒体人 独立士兵人赵兰健先生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嘉宾呢 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